歡迎光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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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闆這一道是什麼 我們的招牌菜之一 白酒蛤蜊 白酒蛤蜊 對 白酒蛤蜊我們常看到耶 對 它特別不只是說這道菜 其實它的裝潢也是一個藝術品 對 它整個用那個貝殼 它下面是我在環球世界的時候 我會蒐集沙 所以我是用沙雕去把它雕塑 沙雕 所以老闆本身也是一個藝術家 生活的藝術家 對 而且它這個蛤蜊很像是不用錢 好多喔 對呀 真的好多 你試試看它這個 而且紅色的蒜頭香好入味好棒 它最主要是用 全部的蛤蜊燙去熬成的麵 這個蛤蜊燙去熬成的 義大利麵 麵在 最下方 對 而且它還有加一點洋蔥 它有一點洋蔥蝦 對 因為當地的洋蔥是有點特感 麵整個吸飽了這個蛤蜊的湯汁 完全吸進去了 所以我們麵頭只煮七分熟 它大概有兩分熟是靠湯汁去熬 好 這道菜在法國非常家常 叫做鹹派 它就加一些鮮奶油跟蛋 全蛋 鮮奶油 對 全蛋 對 然後襯托它的那個蠟腸 微微的酸跟辣 跟全蛋 它很特別 它裡面這個紅紅的是什麼 就是蠟腸 蠟腸 它裡面還有包蠟腸 對 來 好餓 好東西 最主要鐵板要夠熱 夠熱嗎 對 因為鐵板它要襯托這個 酒香味 所以撒下去就會 對 應該是要這樣 這是冰淇淋 對 我們以最下層來算好的 底層是我們特製的蜂蜜蛋糕 蜂蜜蛋糕 它已經就是淡淡的蜂蜜香了 不像一般蜂蜜蛋糕蛋糕的濃蜜 對 怎麼教法呢 對 然後中間是香草冰淇淋 冰淇淋 我很喜歡 上層就是鮮奶油 對… 然後裡面一些巧克力碎片 焦糖漿 這個什麼 紅酒是最後的 紅酒 現在可以了 可以了 還好它焦了 太棒了 很像那個氣水很有氣 是 來…這個要趁熱吃 趁熱吃一下 吃還是有訣竅 對… 一定要由上往下挖 由上往下挖 對 你這樣不對 對… 那這樣是由上往下挖 你這個是從中剖開 你…你教你來 我來 你教你來 這樣 是… 這樣就對了 對 我先打油 而且小心 會燙喔 會燙喔 好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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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…